厨房里热气蒸腾 大锅里熬煮着各种食材 过年前拜访大安区独居长辈 志工们准备应景年菜 帮他准备一些 过年的比较年菜的部分 送给老人家 祝他们新年快乐 一份份的年菜一出锅 就装进保温袋中 趁着余温未退 志工赶紧带着此情 逐步分手 50多岁的庄女士 从菲律宾远嫁台湾 子女不在身边 先生又因严重糖尿病 需要洗肾无法工作 她一人得打三份工 才能勉强度日 看到此情来访 死女之情涌上心头 你这个妈妈做得很好 因为她看你妈妈辛苦 她看在眼里 她看在眼里 所以她就是辛苦 辛苦一点 然后她也贴心 她贴心了 对不对 志工的安慰让她宣泄了压力 这份如同家人般的支持 给了她能再前进的动力 我把我的金钱也放在这里 高龄九十的师爷爷 因为要照顾罹患多发性肌肉 微缩症的老伴 而有轻微忧郁症 志工这天来 不止送年礼也帮她祝寿 小孙子还拿出自写的春联象征 这个学期开始上书法课 然后就准备这些春联 然后再写的 然后要快过年了 就给你们这些 这些春联 然后挂在家里 就比较吉祥 施家良老 喜爱跟年轻人互动 这天刚好有此情随行 画匣子一开就停不下来 那跟龙虎一样 对对对 那我们比较多都会在实验室里面 这么多年轻人对长者来讲 就是他的孙子 所以我们就是创造 就是一家有三代那种同堂的感受 过年全家团圆 志工带着雌青 提前陪伴独居长辈享受天伦 将这份圆满一直延续 大爱新闻 珍珊美志工 高艾芬 李怀生 江孟茜 台北报道